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台風battle 我們今次battle的對象就是超勤台風海燕和超勤台風天鵝 兩者都是超勤台風,並且重創菲律賓一帶 我們首先感謝比愛這個題材的人 他就是Sharpene and Weathermoto 我們特別多謝他給我們這個題目 我們現在先說一說海燕台風 海燕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並向西移動,增強成超勤台風之後 登陸了飛翼賓一帶 登陸之後,他繼續移入南海,並影響海南島附近地坡 這個就是日本氣象廳的最佳路徑圖和中心氣壓圖 我們看到中心氣壓圖,11月7日到11月8日 這個時間就是海燕的巔峰時期 也是即將登陸的時間點 海燕最低的氣壓是985%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路徑圖 我們現在再看衛星雲圖 這裡有幾張圖,幾張都是衛星雲圖 左上角那一幅就是海燕登陸前的一個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它的環流和風眼也是非常工整的 而且是清晰好見的 右上角那一幅也是海燕登陸前的一個衛星雲圖 而左下角的位置就是即將登陸的海燕 而右下角就是登陸後,在菲律賓上空的海燕 海燕登陸之後,它的風眼仍然是維持的 但不過呢,預計即將是會被周圍的雲帶覆蓋的 而且終身風力也會有所減弱的 我現在說一下超行颱風天鵝 天鵝也是一個非常快速增強的一個風 它由一級的颱風增強到五級的巨風 也是用了很短的時間 但一剷上菲徑之後,它減弱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去到進入南海時間,它只剩下葉大風暴的級別 和海燕是非常之不同的 我現在看看日本氣象廳的最佳路徑圖和中心血壓圖 我們看到中心血壓圖 10月31號的夜晚時分 也是天鵝最強的一個時間點 最低血壓為980,500伯斯卡 現在先來看看路徑圖 再來看看衛星雲圖 這幾張圖,左上角的那一幅 就是即將登陸的天鵝 我可以看到它的風暗和環流 也是非常之圓 而且是清晰可見的 右上角和左下角的光幅 也是天鵝即將登陸的衛星影像 而右下角的光幅 就是天鵝產上飛越冰之後減弱的一個情況 的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雲層面覆蓋了風暗 令到衛星影像上已經見不到的風暗 而正中心下面的一位置 就是天鵝的動畫 就是登陸的動畫 我們對比一下 海燕的衛星雲圖和天鵝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海燕 其實它的環流 也是比天鵝的 但是天鵝的急速增強 也是非常之罕見的一個現象 可以看到 在2013年的11月3日凌食 11月12日消散 最低氣壓為895% 10分鐘平均風速是日本氣象廳平定的 每小時230公里 瞬間最大震風為每小時325公里 財產損失總共有85.2億美元 死傷人數 超過6300人死亡 28688人傷 另外還有1062人失蹤 影響地區包括馬兆爾群島 關島 麥克羅尼西亞群聯邦 另外還有 碧爾濱 越南 中國大陸的海南 廣西 廣東西部 香港澳門 和台灣 而天鵝在2020年10月26日生成 10月6日消散 最低氣壓為9858C 10分鐘平均風速是每小時220公里 瞬間最大震風為每小時315公里 財產損失總共有3.924億 死傷人數有27人死磨 6個人失蹤 影響地區包括台灣 雷宋 中國大陸的華南 四川 香港 澳門 越南的北部 這裡有6項比較 第一強度方面 都算是打獲 始終 雖然海燕是稍為領先 但其實天鵝和海燕都是差不多 也是同情分的一個 而壽命方面 天鵝是持續11天 不過海燕有9天的壽命 所以這部分是天鵝贏了 那巢獎損失方面當然是可以領先 而四星人數可以大大領先天鵝 影響地區 海燕是較為多的 而增強的速度 這個也是故意為天鵝而比的 屬於同情之一 當然是天鵝增強得很快 對比之下 3比2比1 所以海燕贏了 那如果你有更多的題材 想我們 present出來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 這段影片結束了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這段影片 在下面comment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按鈴鈴仔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